十六世纪 后期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来华 利玛窦 来华 这个老哥很了不起 他是耶稣会传教士 十六世纪的时候 正赶上欧洲在进行什么 文艺复兴 新教 起来了宗教改革 新教起来了 天主教势力衰微 所以耶稣会就想到欧洲以外的地方 弘扬正教 那么看看我们能不能 在欧洲以外找到市场 欧洲人不信教了 我找别的地方人信教 所以就往外传播 包括开闭新航路 不也有传教的任务在里面 所以他们就来到中国 他拿到中国 他拿到中国肯定先去什么地儿 瞎着拔道 看看你们前面知识去学的怎么样 耶稣会传教士 他来中国 凭什么去广州 先到了澳门 那是清朝 十六世纪末 先到了澳门 然后想进入中国 这个中国不让进 不让进 这老哥聪明 学汉语 穿汉服 读四书五经 给人一地名片 西儒立马斗 如何如何 我也是儒 然后用儒家的经义 解释天主教的教义 他这么一来的话 中国人一看原来 正教圣名远播 连欧洲人都信我们 好 那跟你玩吧 跟你玩 然后他要见皇帝 得到皇帝的批准 他能传教 他要见皇帝怎么见 明神宗就万历皇帝 整天躺康上数钱 皇上爱钱 所以给皇上点新鲜玩意 他爱穷教士 哪有钱 给穷教士 皇上没教的玩意 所以你看 说立马斗来华 后会不用话 他向明朝皇帝 尽献了 昆宇万国全途 这个话来 他向明朝皇帝 尽献了昆宇万国全途 就是一幅世界地图 当然那绘制 相当精美的 另外什么 大银河 自明中 怀表 皇上没见过这玩意 眼镜 皇上没见过 这玩意好玩 昆宇万国全途 这个立马斗 献上这幅地图的时候 中国人才第一次知道 原来我们 不是大帝的正中央 周围也不是蛮夷戎笔 而是很多文明程度 不在我们之下的国家 但是立马斗为了拍中国皇帝 马屁 他怕中国皇帝不高兴 他以东京一百六十度 阶线 作为地图的正中央 那这么一画的话 中国还是在最中间 然后欧洲在最左边 美洲在最右边 我们这种绘制地图的方法 沿用到今天 全世界只有中国这么画地图 你看你出国你看世界地图 都不像中国这么画 应该是以那条线 零度京线为正中间 所以这变成美国在最左边 中国在最右边 咱们就是 我们就这么画 立马斗就这么教 没学会 凭什么 以你英国为正中心 对不对 凭什么 谁规定了 天朝善火 我们正中心 你看 咱们画出来就是 美国等于在最右边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按道理说 然后立马斗就开始在中国 传播这个学问 说这个 就是以徐光启 第三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 开明师大夫 这个 引进西学 引进西学 中国的法律是 洋人不准来 来了就不准走 所以这帮人最后全都死在中国 你最有名的 什么宫廷画师 郎世宁 对吧 都起了中国 他们全死在中国 都埋在车工庄 官员批发市场旁边 是吧 那么混货 北京市委党校 现在还都在那 现在还在那 王大明砸了点 现在可能修复 就都在那里边 如果你想去探究一番 你就进北京市委党校 进去看去 你够恰 北京市委党校 都在那 就是官员批发市场边上 就埋在那里边 他们都买了 洋校是目的 不在那 不在那 不在那里边 谢谢大家